那因为我们今天有贷款专家在现场 可不可以再跟你请教一提 有个听众呢 给我们留言 他是说 贷款不是一直在讲说要涨了要涨了 那他现在房子的贷款是利息3%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低了 但他3%呢 负了10年了 他想问一下 这样还值得重贷吗 现在他还可以带得到那种2点多啊 2点出头的这种利息吗 因为好像要涨了嘛 是不是现在可以赶快去把握呢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万通贷款的 这个Rachel Lee帮我们解说一下 可以 这个听众的问题很好 就是说最近就是这半年吧 这上半年这个利息呢 虽然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 已经从那个最低点 就是这个利息的最低点 大概可能12月1月的时候 已经就是稍微涨了一点点了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 这个几十年的来看 还是利息还是一个很低的 还是在boughton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利息呢 当然你可以咨询一下 就是贷款经济 如果是你如果重贷的话 你的利息还能够降一个 比如说0.25或者0.5 OK 0.25以上 那还是还是值得做这个存贷的 而且像这个这个听众你刚才说的 它是虽然它现在利息是三 但是它已经付了十年了 所以它这种情况呢 它就可以考虑重新贷款成一个20年 或者15年的贷款 这样它不会增加它的这个付款的连线 因为它已经付了十年了嘛 它还有20年的时间 但是它重贷成这个20年或者15年 就是它最后剩下的贷款连线呢 也不会增加 但是它的利息呢会更低 因为15年还有20年的利息呢 比这个30年贷款的利息都还是低 所以应该是会比这个3.0的这个利息会低很多 特别是15年的话 应该现在还是蛮低的 可能就是lower to这样 可能2.3 2.25到2.5左右 哎呀 所以还是值得 挺好的 2.25或者2.3之类的 那这个要看你自己的信用状况 跟你自己这个还剩下多少额度 但是很多还是很少哦 所以这个有经验的贷款专家 就可以跟你计算的非常清楚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赶快去找这个贷款专家 坐下来先算清楚 才知道这笔账怎么样 做是最清楚的嘛 就不要自己先阻止自己 好的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GMCC万通贷款银行的 资讯贷款专家 我们的Rachel Lee 谢谢我们的李小姐 谢谢谢谢 好再见